3 陶峰 32岁 古北人 清华大学哲学美学博士 大家好 我叫陶峰 今年32岁来自北京 现在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哲学美学博士 我在读研究生之前 曾经做过外贸和看过健身房 所以有一定的组织和协调能力 在就读美学博士期间 在中央电视台担任了 栏目的美学策划一职 所以我今天来求职的职位是美学策划 和电影剧本写作 或者是编辑方面的工作 谢谢大家 曹峰 你的身材是非常健壮 还是你就爱这么站着 还是因为你是练健美的原因 对 我是练健美和大力士 你是练大力士的 对 我是一个男性 所以我就可以议论这个问题 作为一个男性来讲 你的胸是有点 你方便脱衣服展示一下吗 因为男性嘛 可以吧 好了 迅速地专上 我是实在不太习惯一个男人 他的胸能跳 好 来 你的身材其实和你的这个学历 真是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对不对 因为你是练健美的 然后又那么硕大 但是你的学历 你现在是博士 对不对 对对对 是再读还是已经毕业了 再读 今年毕业 明年 明年毕业 对对对 叫哲学美学的博士 对 哲学美学 研究这个艺术哲学 以及这个什么是美啊 这些方面 哲学美学 美学哲学 你给我分析一下 从哲学的角度 我为什么经常犯相同的错误呢 人不可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那我为什么经常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呢 嗯 因为可能你始终在这个河流里面没出来 是不是 所以可能你会一辈子都在那条河流里面 你说完两次就可以了 你没有拿一辈子来诅咒我 好不好 要找的工作是什么来着 是这个关于文化创意方面 比如说像节目的美学设计 美学设计这是工作之一 还有什么 还有电影剧本的写作 写电影剧本 还有呢 还有这个文化 比如说文化 企业的文化 企业文化设计 对对对 企业文化的设计 对对对 好 这就是陶峰 有谁有问题 刚才谈到了你是喜欢这个企业文化设计 我很奇怪啊 因为企业文化这种东西 第一没标准 第二很难有设计这件事 对吧 往往都说企业文化是老板的文化 很想怎么能设计呢 请问 那个企业文化呢 应该说是老板的文化 这一点我不太能认同 我觉得企业 它虽然是一个生命体 但是是老板和他的员工 以及他们所创造出来的一个整体的生命氛围 你怎么设计呢 我这样问你 先不说设计 如果你去了一家企业 那家企业的企业文化 就是老板的文化 就是老板个人的文化 老板的气场非常强大 你会怎么样呢 那我会这个任务细无声的去改变它 你改变老板啊 对啊 那老板早就开除掉你了 但是我们说有实际问题 如果那老板是气场这么大的话 他不希望人家去干涉他的 他不会请他的 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企业文化是可以设计的 而甚至现在500强的公司 或者大的公司 跨国公司 经常会找到一些人去帮他设计 对 大到那个份上弄了是可以设计的 比如说人中人就是专门做企业文化设计 然后把它再转化成游戏来做 所以我想跟藏东讲 第一文化是可以设计的 第二呢 从你的角度来看 老板的文化不代表就是不好的文化 其实在中国 在一个初期的企业 老板文化是非常重要的 那个小师弟 这个 师兄好 是这样的 就是因为哲学美学吧 据我了解 它其实属于哲学的一个分支 对 用哲学的方法来研究美学 它是相当理论化的 距离现实的这个 其实我觉得是比较远的 所以我 我觉得就是说你学了这个 哲学美学的博士 就是真正对你审美来讲 是这个理论对你更主要 还是说实际的一些经验 和一些你审美的一些这种 这种这种经历 对你更重要 理论和实际 因为我是从小学习画画 然后也酷爱写作 所以说我 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这个艺术创作和这个 美学理论相结合的一条路 如果仅仅是一种 这个理论的学习的话 缺乏一种艺术创作体验的话 我觉得可能是不够的 好了 十二位 表态 让陶峰继续还是离开 骞泽 人家离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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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峰离开 人家离开 现在有四位留了下来 作为一个学哲学美学的 博士来讲 学纯理论学科的博士来讲 这样的求职经历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结果 还有四盏灯为你亮着 你要向大家展示 天生我有才 我带来了我的一些荣誉证书和奖状 一般人的荣誉证书和奖状是贴本就可以贴好了 而您的荣誉证书和奖状 是装了满满的一书包吗 不要忘了我是大雷士 咱们先到地上一会儿卖卖收好不好 你不会觉得对你的奖状有些唐突吧 一个一个拿就拿到后半叶了 荣誉证书 07年建美先生 这是什么 这是我的硕士证书 这个是什么 这是国际私人教练证书 国际私人教练的证书 对对这是体育方面 这个是体育方面的 对对对对 这是我的电影剧本 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本计划 入选证书 对 陶峰 您创作的剧本 云舞枪山已入选 扶持青年优秀电影剧作计划 这个是这个诗歌的全国获奖 您的作品人间世 在虚言杯诗歌大赛中 荣获优秀奖 诗歌的 还有什么 还有这个是全国力量举的公开赛的季军 力量举公开赛季军 对 大力士洛阳地区的第二名 对 好了 等一下我们收一下 好的 陶峰啊 有没有人跟你叫证件歌 但我不是办证件的 不 我知道你不是办证件 但是你收集到这么一大堆证件 你是有这个乐趣的对不对 没有 其实我是在这个 我这都是在业余时间去做的 你们知道这个博士学习其实很忙 杜克先生我想请问一下 我觉得他说的这些东西啊 有点不搭 您明白我的那意思吗 我明白 有点不搭 又有大历史 又是哲学 又是美学 还是在读博士 还会画画 硕士读什么 硕士读西方哲学 本科读了金融 本科读金融 又是西方哲学 还会画画 写电影剧本 写诗歌 然后现在要找的工作 基本上也是哪都不爱哪 东一郎都西一棒子 为什么我在 陶峰上来之后 就有点我找不着北呢 我觉得确实是 他是属于比较西友的一种 谢谢 他的西友也代表了说 他我还看到 他在每一个领域 其实都做得非常的棒 这是很难得的 一个人倒不是说 读到博士就一定怎么样 但无论是做哪一件事情 一个人能把它做到极致 哪怕是打扫卫生 能把卫生打扫到极致 修车修自行车 能把自行车修到极致 他一定有些特别的禀赋在里边 但是在这种情况下 会不会都太不搭了呀 其实没问题 我觉得今天未来的职业 在未来这个社会这么多的变化 而且现代技术让很多的领域 都跨界结合在一起 我觉得未来需要的人 就是这种组合的人 或者说有很大可能性的人 我觉得不要太在意 他的那个某一个门类上那么专 其实要在意 他在这个过程中 积累起来的素质 我觉得他有很多的可塑性 但是有一问题啊 就是你以后真的要进职场吗 这是一个特核心的问题 因为才华过多 有时候选择过多时间 特别倒霉的事情 你以后会不会真的想进职场 我如果就是找到那份工作 我很喜欢的话 就是把乐趣跟工作结合起来 我肯定会 很好 就是说刚才你说了一堆 惠普老师觉得 我就观察了半天 我没有看到他有太多 适合职场的才华 我一直在等待 其实我觉得你有一个选择 你可以考虑 就是说到学校当老师 然后业余时间搞剧本创作啊 搞点艺术创作都没问题 我要两个问题 前面那个沐妍在问 关于美学和应用的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看到少刚就把你从头到脚的打亮了一遍 所以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学的哲学美学这个问题 你怎么看待个人形象美学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看在你的学习生涯中 你拿了那么多证 而且大部分都是跟你的学习 本业不太相关的 一个人的经历是非常有限的 你的这个 用在学习上的时间到底有多少 好 个人形象 对个人形象 那个苏格拉底说过一句话 这个美是困难的 就是说各个人有对 对美有不同的认识和见解 我认为其实这个美 现在特别是在这个时代 是一种多元化的存在 我们去允许那些中性打扮 也应该去鼓励一些健康的美 我觉得我是代表了一种健康的 起码是身体健康的这方面 我补充一句 我觉得我这个师弟 穿得非常像一个哲学家 很好 好 谢谢 你补充的这句话 我们完全听不懂 非常有哲学的意味 来继续 第二个问题就是 比如说像看哲学书 你不可能一天看16个小时的书 我们需要其他时间来调剂 我觉得我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这个个人的工作计划 我每天可能会花一个小时 来去这个写作 来花一个小时去画画 半个小时去断念 如果你把时间能够安排的非常好的话 就像一辆这个 就像这个一个高速公路 如果上面的所有的车都能够 自续行走的话 我觉得这个道路应该保持得很通畅 你知道 但是我在他说的时候 我就恍惚记起来 我在上学期间 我爸激励我的方法 我说学习太痛苦了 我爸就说 学习了一个小时数学之后 接着学一个小时的语文 作为对学数学的一种松弛和条件 然后再学一个小时的英语 每次我都听到我爸的计划的时候 我都觉得这是让我去死 但是今天我发现 真的就有活在我们身边的人 他们把自己的每一个小时 都是以块状分割的方法来进行 并且其实下一个小时 真的是对上一个小时的调剂 对对对 四位 现在选择 让陶峰继续 还是离开 请选择 有三位留了下来 三位必须要陈述一下 你们提供的职位 因为随后 主动权转移到了陶峰身上 尹峰 咖啡机要在北京落户 我希望在北京拓展 这个部分可以由你来做 市场拓展 好的 杜魁老师 我给你的这个职位呢 我觉得可能是你从来 没有想到过的一种职位 或者其他很多人不了解的 是一种体验式学习的设计顾问 这里边呢 其实他要既要有企业文化的设计 我们的这个过程 有点像一个电影的过程 我们首先呢 你可能是作为一个编剧 编剧和你的客户一起 编一个剧本 就是未来要进行的 这个体验的剧本 然后呢 这个过程的导师和顾问呢 他像一个导演 我们的演员呢 不是我们 我们的演员是来学习的这些人 叫做演员 所以这是一个 我觉得和你 其实的本质上的东西是一致的 好的 谢谢 你有很多优点呢 我就先不说了 我怕他们到时候抢你 好 谢谢杜魁 来 我现在提供的职位是 旗管部经理 负责一些企业文化 还有就是 门店管理方面的一些策划 策划工作 知道这三个职位了 知道 对吧陶峰 对 到底怎么样 经过深思熟虑走上前去 把其中一盏灯灭掉 两家弹钱不伤感情 十位都知道了 让我们来见证一下 博士 清华博士 是怎么弹钱的吧 那个 杜总 您对我这个 比如说我要全职 做这份工作的话 您的这个工资是 一个什么样的结构 体验室学习的 设计顾问的这样一个位置的话 你的每年的收入至少在12万以上 然后这里边有 如按月算的话 应该有6000块钱的基本工资 4000块钱的这个 绩效的部分 好 那您总这边 您说是北京这边 您准备开这种连锁分店 是 那个咖啡系是 源于香港 然后现在它的大本营在湖南长沙 那么在长沙本地市场拓展 不经理是5000 拓展资源是3500 那么在北京的话 会上调1000块钱 当然以后的拓展开店的 数额再增加的部分 会有它的提成 好了 15秒钟 陶峰给我们一个答案 你选择 咖啡之意 还是人中人 或者你可以选择 谢谢 下次再见 15秒钟思考 我想说我其实平时也喝咖啡 但是我更想体验一下 这种拓展体验的一种空间 这种造梦空间的一种工作 所以 所以我先人中人 谢谢张老师 谢谢 我们就是给别人造梦的人 很少有人一起度的第一份工作 就能够达到年薪12吧 这个还是在我意料之中 以我的实力 应该可以拿到这个公司 很开心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这些俊的肩膀 才是我走向更高处的一个最好的方式 加油 你的未来一定会更好的 好的 谢谢 谢谢 这是一个多么勤于学习的人啊 而且爱学习 你看 凡事沉默的 林霄 学习成绩好吗 上学的时候 一般 唐月不好吧 我上高中的时候 数学还得满分呢 真的呀 对呀 哇 难道 难道 学习最不好的那个人 是站在这儿的 所以 当我们在面对一个清华博士的时候 我们就没什么问题了 闭嘴收拾